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衛生署署長陳漢儀 醫管局主席范紅玲等 和前線醫護一起打流感針 不少私家醫生說不夠針 衛生署都說留意到今年市民反映被以往踴躍 會額外買多10萬劑疫苗 被公司營合作學校外展隊 和參與資助計劃的醫生 但扣了 希望下個月中來到香港 答應了一定不夠 希望是 來源方面其實全球來講的確是緊張的 我們和藥廠是繼續保持聯絡 如果有需要我們希望能夠增購 但是這個未必一定能夠如願如常 所以我在這裡都呼籲一下 留感疫苗就盡量留給高危群組的朋友 政府的留感疫苗接種計劃 星期四已經展開 政府希望65歲或以上長者 和其他合資格的人 盡快去公營機構打針 至於南韓陸續有人接種 留感疫苗之後死亡 衛生署已聯絡世界衛生組織 和南韓政府 韓國出事的藥品包括韓國製造 和一家法國公司 這家法國公司的疫苗 都是香港有註冊 也都是我們有購買的 我們已經和香港公司合對了 那就是沒有在韓國出事的批示 沒有在香港 他又強調政府有疫苗註冊制度 確保本港所有疫苗都有安全保證 有先DC記者 同盟國製造